2004年2月18日 紐約警察拿著一張搜查令 進入了一幢古老豪宅的大門 警察向這位剛剛搬進來的新屋主表示 我們懷疑你剛剛買的這幢豪宅的車庫裡 埋藏了一個行李箱 而行李箱裡裝的 很可能已經失蹤了10個月的紐約女子瑪莉亞 隨著越來越多的案件細節被媒體挖掘出來 沒有人能夠想像得到 原本看似簡單的失蹤案件 竟然成為紐約和新澤西州 歷史上最離奇、最曲折的案件之一 大家好 我是頭規 我們今天說的案件 發生在美國紐約曼克頓的華爾街 曼克頓被認為是世界文化、金融娛樂和媒體之都 而曼克頓裡的華爾街 是位於曼克頓下城的金融區 一條長達8個街區的街道 華爾街一直都是美國最大的經紀公司 以及投資銀行的歷史總部 更是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 所以華爾街就是紐約經濟的心臟地帶 我們今天說的案件女主角瑪利亞 就是在華爾街工作 2003年4月14日 瑪利亞的主管和同事 很驚訝地發現 她沒有任何解釋 突然間抗工 而這件事是十分不尋常的 因為瑪利亞 在一個連星期六都會加班工作 也沒有任何一次遲到紀錄的員工 2003年4月13日 星期日上午11時 朋友看到瑪利亞好像往常一樣 在曼克頓街的天主教堂裏做理撒 在教會結束後 她公司的監控錄像 錄影到瑪利亞去辦公室 拿了一份第二天一早開會要用到的文件 這段錄像也是大眾看到瑪利亞最後一次的蹤影 公司人力部門打電話去到瑪利亞的緊急聯繫人 這位居住在新澤西州瑪利亞的姨媽 意識到情況十分不妙 於是她就吩咐自己住在紐約的兩個兒子 去到瑪利亞位於曼克頓西區的家去看看 她兩個兒子帶著警員來到瑪利亞位於14樓的家 去到她的家前 看到已經對放了幾天的華爾街日報 打開家門進去 發現裡面乾淨整齊 護照和貴重的物品都在屋內 唯一少了的就是瑪利亞的鞋 以及她的銀包 2003年4月18日 瑪利亞的親友正式向警方報告瑪利亞的失蹤 瑪利亞是一個通過自己努力 實現了美國夢的女孩子 出生在菲律賓的瑪利亞 很小就已經很聰明 而且有理想 高中畢業之後她告訴家人她要去美國讀大學 並且會自己去負擔自己的學費 當時的家人已經覺得這個孩子十分大膽 瑪利亞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 住在由教會提供的免費慈善公寓裏 她以優異的成績在美國本科畢業 之後她就被紐約市福特漢武斯納大學取錄 一路拿著全額獎學金 之後很順利地MBA碩士畢業 在畢業之前 瑪利亞已經被花旗銀行 聘請為金融分析師 2001年 她和其他同事一起跳槽 去到巴克萊投資銀行 在裡面她成為了高級信貸分析師 而在2003年 當時瑪利亞的年薪 已經超過20萬美金 工作幾年後 公司將瑪利亞的工作簽證 轉為綠卡 所以按發的時候 她已經是美國公民 瑪利亞是一個每天都會去做 尼薩的虔誠天主教徒 身高1.50米 體重大約100磅左右 身材嬌小 性格安靜害羞的瑪利亞 好在乎個人的儀表 而按她的收入 當然也足夠去支付美容和衣服的開支 瑪利亞的姨媽表示 她會用很多的金錢 放在自己的外貌以及外觀上 她好在乎外界對待自己的眼光 瑪利亞從小到大 和家人的關係十分緊密 在知道瑪利亞失蹤的消息之後 她的姐姐 父母 以及其他的親人 先後都由菲律賓港到來美國 幾天之內 她們一家人已經全部聚集在紐約 她們決心要找到瑪利亞 她們建立了一個尋找女兒的網站 又幾乎去了紐約所有的醫院 之後又到處張貼尋人啟示 但是隨著時間越來越內 沮喪的心情慢慢變成絕望 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瑪利亞失蹤之後 並沒有信用紀錄 也沒有銀行提款的紀錄 更加沒有任何信用卡消費的紀錄 警方很快就意識到 這件案件將會是一個十分勒手的案件 而最後一個看到瑪利亞的人 就會成為這件案件的關鍵線索 然而 在過了將近10個月 警方才破解到瑪利亞的電腦密碼 在裡面她們找到一些資料 表示瑪利亞在她失蹤的那一天下午 曾經計劃去見一個人 一名男子 名叫做迪欣 迪欣同樣是一個有夢想的年輕人 在朋友們的印象之中 她不僅在學術和體育方面 都有特別的專長 而最重要的是 她擁有一張印象的面孔 和她很懂得利用說話 去獲取到人的信任 她在新澤西州的密迪順長大 這是一個靠近紐約市的富裕小鎮 迪欣出生於一個中產家庭 從小到大都衣食無憂 直到父母的離異 她在1977年中學畢業的時候 被同學老師評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 但是事實證明 迪欣的成功之路 並不是一帆風順 就好像瑪利亞一樣 迪欣亦都被紐約市的燈紅走路 以及繁華亂象所吸引 她只是讀到大學一年級就絕學 開始從事建築行業工作 在80年代中期 迪欣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個同性戀者的身份 她決心以自己的方式去獲得成功 朋友表示迪欣日頭在地盤工作 而晚上就會去到南市俱樂部上班 迪欣當時有一個理想 就是要打入紐約男公關 排行榜的前500名 80年代末期 迪欣在華爾街一間美容店裏 做裝修工作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 改變去人生方向的男人以及情人 她就是美容店的老闆曼克爾 曼克爾很快就被迪欣的外貌迷倒 之後他們就確定了情侶的關係 曼克爾不僅使迪欣解除了喝酒 以及服飾一些違禁的藥物 她還教導迪欣美容以及皮膚護理 在1990年初 曼克爾幫助迪欣 考取到一個激光脫毛技師執照 並讓迪欣在她的美容店裏 前面做一個打納脫毛技師 迪欣憑著出眾的外表 以及溫柔的語氣 很快就擁有一大批忠實的客戶 而她的收入也都大大增加 不久之後迪欣就在 新澤西州的紐亞克市 用現金購買了一棟 三層高的古董式豪宅 而這一套引人注目的豪宅 曾經屬於國際知名歌劇歌手 耶利托所擁有 去到1995年 曼克爾被診斷得到絕症 她決定去到佛羅里達州 去度過自己盛餘的時間 而當時的迪欣 也找到另一位新歡 她就是曼克頓影視明星活動策劃人 格雷 當時的朋友表示 迪欣不僅不照顧已經身懷絕症的男朋友 曼克爾 而且經常都是流連在高級俱樂部去消費 而之後曼克爾的離世更消除了迪欣使用遺禁藥物的所有限制 而她服用藥物的數量 也隨著她的收入增長而增加 最令到迪欣愛上的藥物 是一種叫做斯多爾的避康噴霧劑 是一種等同5倍孖啡藥效的止痛劑 必須要由執照醫生簽名 才可以取得到這些藥物 而因為進行激光手術的時候 需要局部麻醉 當麻醉藥令到病人紛紛肉碎的時候 迪欣就會偷走下人的藥瓶 去自己使用 迪欣全部的收入 幾乎都是用在這一種物品上面 當時一瓶2.5毫升的藥品 售價要100美金 而迪欣每天都會用一瓶 當時曼克頓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皮膚科執照醫生 他名叫麗絲 有一天 迪欣看到麗絲醫生在報紙裡的廣告 於是迪欣就來到醫生的辦公室 向麗絲醫生表示 自己是一個有執照的電療師 而且我還有一群忠實的客戶 之後迪欣就成為了這間華爾街診所的合夥人 迪欣會將自己的激光病人介紹給麗絲醫生 而醫生也會將自己的電療病人 介紹給迪欣 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迪欣為了跟麗絲醫生去學習激光和電療技術 經常都會在工作的空餘時間 免費去幫醫生接待病人 甚至分擔診所裡其他護士的工作 但是突然有一天 迪欣告訴麗絲醫生 他被診斷患了絕症 所以要回去佛羅里達州父母的身邊 去度過自己餘下的日子 麗絲醫生和護士聽到之後 都為了迪欣感到十分懸識 接著還在診所裡為他舉辦了一場歡送會 但是當迪欣離開了診所幾天之後 麗絲醫生看紐約雜誌的時候 看到一個廣告當堂嚇了一鏡 廣告裡寫著 換膚術執照激光師迪欣 而診所就是位於紐約曼克頓的公園大道 廣告裡甚至寫著 迪欣可以用激光去去除腫瘤 以及一些微絲血管 麗絲醫生知道迪欣根本就沒有相關的執照 所以就立刻打電話去相關的醫療管理部門 但是由於當時的激光治療 是不是需要醫生執照 是存在著一個灰色地帶 所以這些部門 都不知道究竟是歸哪一個部門去管理 而且他們只是能夠針對病患的投訴去處理 所以對迪欣的投訴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但是很快迪欣又令到黎絲醫生大吃一驚 因為醫療保險公司打電話給黎絲醫生 問他為什麼多次向同一位病人 開斯多爾避康噴霧劑這一種藥物 黎絲醫生聽到之後 叫保險公司將有關的資料傳真給自己 他看到資料文件裡有人偽造他的簽名 而藥方上面病人的名字就是迪欣 1998年10月,迪欣因為偽造醫生的處方而被捕 他第一次被捕,被送到強制戒毒所 並且被判處三年的緩刑 而之後被釋放的迪欣 又開始激光脫毛的工作 而這次他開始用激光去做更加複雜的手術 有一些激光手術,例如去除紋身 只能由有執照的醫生去進行 而有一些病人去找迪欣去除紋身的時候 因為手術做得不好,皮膚留下了疤痕 這些病人之後又去找其他執照醫生 去做修復的手術 所以迪欣沒有執照醫生的資格 而去做激光手術這件事 就是這樣被傳揚開去 雖然有很多醫生都舉報了迪欣 但有關當局都沒有阻止到迪欣的行為 從現在接造成之後悲劇的發生 而當時由於新聞記者介入了這件事 他們假扮病人 偷錄了迪欣進行手術時的情況 並且將他的行為在報章中公諸於世 於是迪欣再次因為無牌行醫而被逮捕 而他的男朋友格雷 就作為他的擔保人 還為他交了保釋金 所以迪欣可以保釋,等候調查 而這次保釋的條件就是 迪欣不能再見任何病人 但是迪欣並沒有理會 仍然在位於曼克頓的朋友家裡接見病人 而瑪利亞的失蹤案件 就是在這段時間發生 現在我們回到紐約警方調查瑪利亞的失蹤案件 瑪利亞失蹤長達10個月後 警方終於破解到 瑪利亞的電腦以及電子郵件密碼 警方在裡面看到瑪利亞在失蹤當日的下午 就是約見了迪欣 是因為瑪利亞患了一個叫做 黑毛蝕的慢性口腔疾病 黑毛蝕是一種暫時性的口腔疾病 患者會在蝕頭上呈現出一部分黑色的狀態 而這個病患就是長期困擾著 十分注重外表的瑪利亞 通常醫生都是使用類似刮沙的療法來治療 這樣令患者會受到痛楚 而且效果也不持久 而迪欣是建議用激光治療黑毛蝕 瑪利亞聽到之後希望嘗試這個療法 而瑪利亞也不是第一次跟迪欣去見面 她之前很多次找過迪欣去做激光脫毛手術 所以她很相信迪欣這個人 也很放心將自己的健康以及安全交在她的手上 警方通過調查銀行的記錄裏發現 瑪利亞失蹤當日的下午 在提款機拿出400美元 這也是電郵裏迪欣向瑪利亞收取的金額 迪欣還在電郵裏表示 因為她要去買多卡因以及注射器 所以希望瑪利亞當日能支付現金 而多卡因就是一種局部的麻醉藥 警方調查到迪欣多次被捕的記錄 清楚知道迪欣又在無牌行醫 而當警方因為找到這個重要線索 而準備行動的時候 他們發現已經聯絡不了 正在保釋後查的迪欣 有關保釋擔保的部門 聯絡了迪欣的情人格雷 向她表示她所擔保的嫌疑犯人失蹤了 也表示格雷拿不回她的保釋金 而警方找了格雷去問迪欣的情況 格雷表示她和迪欣是在一間酒吧裡去認識的 她覺得迪欣是一個十分有魅力的男人 但是當時是迪欣主動去追求格雷的 而格雷也向迪欣去表示自己已經有一個伴侶 但是迪欣非常有自信地向她表示 我不怕競爭 過了一段時間 大家就確認了對方是情侶的關係 格雷表示 隨著對迪欣有更深入的了解 她發現迪欣只有一個美麗的外表 而裡面是一點內涵都沒有 格雷甚至還幫助迪欣支付法律費用 而且一次又一次借錢給迪欣 格雷向警方表示 迪欣現在總共欠8萬5千美元 而銀行也準備拍賣迪欣的新宅西豪宅 所以他們唯有將這間房屋維修後出售 豪宅出售賣了四十多萬美元 2003年5月份 迪欣收到賣價的錢後 格雷就再沒見過迪欣 當然迪欣也沒有將欠她的8萬5千美元還給她 直到2003年9月份 格雷收到擔保公司的電話 格雷有可能是失蹤或者棄保潛逃 格雷向警方表示 其實迪欣已經與有關的部門達成了認罪協議 迪欣會舉報她所知道的非法行醫 以及欺詐保險的醫生 以換取六個月的刑期 所以格雷完全不明白為何迪欣要棄保潛逃 警方向格雷表示 有一位女子叫瑪莉亞的失蹤案件 可能是與迪欣有關 警方將瑪莉亞的照片向格雷顯示 問格雷認不認識這位女子 格雷表示她並不認識 然後警方問格雷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奇怪事情 發生在你與迪欣的身上呢? 格雷聽到警方這樣問後 突然想起幾件奇怪的事 而這幾件奇怪的事情 再將瑪莉亞失蹤的事件屏接起來 漸漸浮現出整件事的真相 格雷向警方表示 在2003年4月 即是瑪莉亞失蹤事件發生的時候 當時格雷和迪欣的一位好朋友 她名叫做馬赫 他們一起在幫迪欣 修補她準備出售的豪宅 當時家裡有很多東西需要修補 格雷記得迪欣向她的好朋友馬赫 吩咐她去買30多袋水泥 表示說車房裡有地方需要去維修 而在這間豪宅 即將過戶給新屋主的前一個晚上 格雷發現迪欣在車房裡攪拌水泥 迪欣的旁邊還放了一個黑色行李箱 格雷覺得很奇怪 所以就靜悄悄地走到迪欣的後面 問迪欣你在做什麼呀? 而迪欣當時的反應十分之大 她隨即趕走格雷 吩咐格雷立即離開 格雷向警方表示自己不知道看到什麼秘密 她當時只是覺得迪欣在進行一些很奇怪的水泥工程 另外一件奇怪的事 亦發生在2003年4月 格雷和迪欣的一個共同好朋友 她向格雷表示她接到迪欣的一個電話 她說當日迪欣打電話給她 叫這位朋友 立即介紹一個急症室的醫生給她 因為迪欣有個朋友 在麻醉手術時全身抽搐 正處於危急狀態 而這位朋友介紹的醫生 建議迪欣立即打911去報警 將這位病人送去醫院的急症室 但是迪欣反問這位醫生 除了報警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辦法呢 醫生表示說沒有 迪欣隨即掛斷了她的電話 而這位醫生再打電話回去的時候 已經再聯絡不到迪欣 這位朋友因為覺得這件事非常奇怪 所以將這件事件告訴給格雷 警方聽到之後隨即繼續調查 找了當時都在現場的朋友馬克問話 馬克向警方表示豪宅在出售之後 迪欣一直都暫住自己的家 但是之後馬克發現 迪欣偷他的物品和偷他的金錢 最終馬克忍受不到這位朋友 和迪欣斷關係 並且趕他出自己的家門 趕走了迪欣之後 馬克在收拾迪欣留下不要的物品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銀包 馬克好奇地打開來看 銀包是屬於一位叫做馬利亞的女子 裡面有她的駕駛執照以及銀行卡 裡面還有一本電話簿 馬克隨便打了電話簿裡的三個電話號碼 頭兩個沒有人接聽 而第三個就表示自己不認識一個叫做馬利亞的女子 由於當時是2003年的4月 警方還未公佈一位叫做馬利亞的女子失蹤 所以馬克就不以為意 把銀包放回原位 也沒有去報警 警方收到隔壘以及馬克的口供之後 隨即就向法庭申請豪宅的搜查令 2004年2月18日 即是馬利亞失蹤的10個月後 有關的人員終於開始在豪宅的車庫裡 展開工作 尋找馬利亞的遺體 警方和FBI 在一個行李箱裡面發現到馬利亞 她被黑色的垃圾袋包著 而她的身體已經嚴重腐爛 行李箱被埋藏在敵恩在新澤西州的 舊居豪宅 車房的水泥下面 警方向敵恩發出拘捕令 但是這個時候的敵恩已經失蹤 由於馬利亞的軀體的腐壞情況 十分之嚴重 法醫最終都沒辦法確定她真正離開的原因 而根據法醫以及警方的推斷認為 事件發生在2003年4月13日 下午3時 迪恩幫馬利亞的舌頭注射了多卡因 而這一種藥物 只是有執照的醫生才能購買 舌頭是一個很靈敏 吸收性很強的器官 舌頭的微絲血管 會迅速將藥力傳送到全身的各處部位 所以有可能是注射的劑量太大 另一個可能就是馬利亞有過敏的反應 又或者癲癲發作 但是警方可以確定的是 當馬利亞躺在敵恩的辦公室裡 閹閹一息的時候 敵恩向朋友打了很多個電話徵求意見 但是敵恩就沒有接受到 打電話去報警求助這個建議 他選擇了永遠去收藏這個秘密 之後敵恩將這個嬌小的女孩子放入行李箱 然後開車將她帶回去新宅西州的家 行李箱放在車房裡大約6個星期 在這棟房屋被出售的前一個晚上 敵恩決定將行李箱裡的秘密 永遠埋藏在車房的水泥下面 警方加強了對敵恩的拘捕行動 當他們調查銀行記錄的時候 他們發現敵恩在中美洲國家哥斯達利加 使用過他的信用卡 而敵恩的護照記錄顯示 他是使用三個月有效期的旅遊簽證 去到哥斯達利加的 警方追蹤敵恩的時候 發現已經有一對記者來到哥斯達利加 去尋找敵恩的續跡 記者發現過去幾個月裡 敵恩一直在各種酒吧聚會場所等等去遊蕩 但是就在敵恩的新聞開始出現在哥斯達利加的時候 敵恩又出發去到哥斯達利加太平洋沿岸的其他度假村 所以記者只是差一步就能夠找到敵恩 記者還跟當地的警方了解到 因為法醫暫時沒有辦法確定馬里亞離開的原因 所以美國警方並沒有正式通知哥斯達利加警方逮捕敵恩的事 之後訪問度假村經理回憶表示說 當時有一個很英俊的男子走到櫃檯前面 同服務員表示 幫我安排一間最昂貴私隱到最高的房間 後來閒談之中 經理問敵恩在美國做些什麼工作 敵恩表示自己是一個醫生 經理說員工都很喜歡去服務敵恩 因為他每次都會付100美元的消費 他喜歡在酒店裡消費各種美酒 最終酒店經理在電視新聞裡看到敵恩的照片 於是立刻報警 在馬里亞失蹤事件11個月後 2004年2月26日 敵恩被哥斯達利加警方 以簽證過期的原因去逮捕 但是敵恩被逮捕之後 幾乎想盡了一切的辦法 令自己不被引導回到美國 他甚至向自己的辯護律師夫婦付出高昂的金額 收養自己做養子 而這一對辯護律師夫婦的年紀 比起敵恩還要小20年 敵恩這樣做 因為哥斯達利加的法律規定 本國的公民是不能夠被引導的 雖然律師同意幫忙 但是移民局 就以敵恩的年紀 不適合做律師的養子為由 拒絕批准這個荒謬的申請 敵恩最終在2005年5月 因為簽證預期滯留被遣返到美國 接受二級謀害罪名的指控 回到美國之後 敵恩的前情人達雷 以及好朋友馬克 一起出庭指控敵恩 之後敵恩與警方達成認罪協議 承認了兩刑較輕的一級傷害罪名 最終在2006年12月8日 被判處了20年的有期徒刑 2022年1月10日 敵恩復刑17年後 被提前假釋出獄 出獄後敵恩接受了一個電視專訪 他說自己現在在一間商店裡擔任維修工作 在監獄裡 他完成了之前沒有讀完的大學課程 他說自己每一天都會想起馬利亞 因為自己的自私傷害了他和馬利亞身邊的所有人 而正正也是因為馬利亞這件事 令到他由荒唐的生活中解救了出來 在這次的採訪中 大眾第一次聽到敵恩親口說述 那一天到底在馬利亞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敵恩表示說 我知道在那一次治療的時候我喝多了酒 之後我向馬利亞使用了麻醉藥 治療的期間馬利亞好不舒服 老實說我心裡知道就快會出事 之後馬利亞停止了呼吸 我看到他口吐白末 當時我不敢打電話去報警 我向馬利亞進行了急救 但是沒用 之後我毫不猶豫地把馬利亞放入了行李箱 然後把行李箱放在車裡帶回家 以上就是敵恩的採訪案件內容 敵恩在採訪節目裡 向馬利亞的親人道歉 而敵恩在獨道歉信的時候 雙手一直在戰鬥 今天的案件來到這裡結束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一下自己的想法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給個讚好 或者在留言下面給一個表情符號 我是頭盔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今天條片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可以的話給個讚好 和可以在下面留言說句鼓勵的話 因為你們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到我們這條片 分享給更加多的人 看得到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拍片的 最大動力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下一條片要再見 拜拜 拜拜 né 三аю dom 在右下 都 安 現在 是